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和支持国内患癌儿童 吉兰丹一名58岁男子 过去7天从哥达巴鲁徒步到瓜拉登家楼 沿途还带上了一个手推车 为小小患者募款 背后的原因让人心酸 莫里克斯12月25号从哥达巴鲁的老家出发 展开长达170公里的徒步旅程 虽然不简单 但他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给予癌症儿童精神上的支持 陪伴他们度过难关 请不吝点赞订阅